Audio Jungle 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号召 俄罗斯全国各城市1月28日发生抗议示威 向党局组织为选举表达不满 俄罗斯警方出动大批警力 驱载示威 并将阿列克谢纳瓦尔尼逮捕 Aspigo等于Wiado Wadsbygoogle Bush 警方28日早上还以炸弹危险为由 创进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竞选办公室 以及他所领导的反腐基金会办公室搜查 其办公室现场士兵画面显示 警方正在审问并拘押 纳瓦尔尼手下机内工作人员 阿列克谢纳瓦尼又在推特上呼须示威 得到全国响应 主要是年轻人不顾零下45度的严寒 在全国各地示威 此次示威美又得到莫斯科市政府批准 莫斯科市政府警告 要对示威者严加法律制裁 Aspigo等于Wiado Wadsbygoogle Bush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又被认为 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竞选连任的最大挑战者 俄罗斯选举委员会 此前已经确定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没 有竞选资格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本人抗议当局 为了阻止他竞选 而无限将他判刑 以失去参选权力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替信 改变了应对俄罗斯总统选举战略 他被保夺参选权力之后 呼须支持者 抵制俄罗斯总统选举 俄罗斯总统选举定于 3月18日举行第一轮投票 目前普京被认为将再次当选 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将 直至2024年 但是评论认为 普京连选连任的新的挑战 是投票率急速下降的危险 最新的民调报告 截至到2017年11月的投票率一项 只有58%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 呼须抵制投票 对俄罗斯当局来说 是一个直接的威胁 评论认为 一个低投票率的总统选举 即使普京当选 他的信与于信任力都大打折扣 这期的新的数据 最新的手段 跟我对俄罗斯当局 是